第1424集 这片风林对神念的压制太强 贸然追逐变数太多 更何况进了诡计 迟早会见到不是吗 何必特地去找呢 若是陈梅香真的就此逃离了风林 不再回来的话 放他一马也无所谓 那个什么神玄宗 就算真的要派人来追杀他 也需要时间吧 到时候还能找得到他吗 现在还是以探索遗迹为主 先恢复一下消耗 然后巩固一番境界 在这风林之中搜寻一番吧 轮回悬碑不能有任何闪失 当即夜晨回到了原来所在的位置 发现巨蛋小黄在微微摇晃 主人真的好吵 我看我还是回轮回墓地去睡吧 说完小黄便消失了 显然是进入轮回墓地了 夜晨进入阵法之中调息一番 将自己的状态再次恢复到巅峰之后 便起身收起阵盘 开始在这风林之中探索起来 看看能不能发现那处遗迹所在 而此时 风林的另一处 有两名男子正在风林之中走动 一边观察着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的样子 而其中一人一身黑袍身材高瘦 眼眶深邃 皮肤微黑 看上去颇为英俊 此人正是林先勇 他对着身旁的赵云华说道 赵师兄 李师弟和陈师妹已经去了有一段时间了 还没有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而林先勇身旁身着一身白袍 面容普通 鼻梁较为挺拔 薄唇 长脸 身材中等 却隐隐有一种让人生畏的气质的男子 正是神国纪人中实力最强的赵云华 赵云华不以为意 注意力依然放在四周的风铃之上 淡淡回道 林师弟 这次任务 李师弟和陈师妹 本来就不是主要人物 不是吗 你要知道 再过几天 圣女就要来此了 若是她来了之后 发现我们没有任何进展的话 会怎么样 不用我说吧 他顿了一顿继续道 既然不会影响到任务 我们现在还是将精神 集中在任务之上吧 若李师弟和陈师妹 真的这么容易就死了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吗 我们神玄宗 从来不需要弱者的 这两人的命 还比不上轮回悬碑上的一颗尘埃 这赵云华的言语 竟是仿佛不带丝毫感情 林先勇眼中显出犹豫之色 他对于李深的姐姐 可是非常喜欢的 李深若是真的就这么死了 他要如何向他的姐姐交代呢 但是一想到那位 素来以冷酷闻名的圣女 林先勇还是咽了口唾沫 默默闭上了嘴 现在确实应该以寻找遗迹为主 神玄宗的圣女 可是一言不合就会杀人的女人啊 即使他也是神玄宗弟子 也真不敢触犯这疯子一般的女人 他虽然喜欢李深的姐姐 但是女人大不了再找就是了 若是自己的小命没了 又去哪里找呢 突然 一道粉色光芒一闪 一名面色苍白 仿佛受到了极大惊吓的女子 便出现在了赵云华和林先勇面前 林先勇见状一喜 这女子正是陈梅香 他赶忙问道 陈师妹 你这是怎么了 李师弟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吗 陈梅香闻言竟是一下子 扑到林先勇的怀中大哭了起来 感受着那句与自己胸膛不断摩擦的娇躯 林先勇面色一红 眼神也开始有些闪动起来 有些局促地抱住了陈梅香的身体 安慰道 陈师妹别哭了 有我和赵师兄在没事的 而赵云华只是冷冷扫了陈梅香一眼 便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了风铃之中 陈梅香又哭了一会儿 这才抬起头来美眸勤泪 楚楚可怜地凝视着林先勇 看得林先勇一阵面红耳赤 才开口道 林师兄 李师兄他 李师兄他受小人暗算 已经联络了 他的美眸之中 隐隐闪过一丝得意之色 他抛下同门逃生 多少还是要受到惩罚 承担责任的 而且他知道林先勇 喜欢李深的姐姐 若是林先勇怪罪到自己头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之所以这样表演了一番 就是为了麻痹林先勇罢了 然后再掠过自己 把矛头指向那个男人 什么 林先勇面色一变 李深竟然已经陨落了 李深的实力 在神玄宗之内虽然不强 但是在这灵武大陆之上 封门初后期和太虚强者 可没有多少人能够击杀李深吧 他的眼眸一下子阴沉下来 李深死了 自己和他姐姐的事 恐怕是真没希望了 而一旁的赵云华也是微微皱眉 他刚才虽然说过 若是李深两人真的那么无用 这么轻易死了 未尝不是好事 但是他也知道 李深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他若是死了 而且还是在陈梅香一旁辅助的情况下 想要杀死李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毕竟虽然在这风林之中 传讯手段大都失灵了 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一种 能大概知道对方位置的法器 依靠那种法器 李深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也就是说 李深与对方的实力差距 竟然大到了连返回的机会都没有 林先勇冷冷地对陈梅香问道 陈师妹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详细说说 陈梅香带着哭腔道 赵师兄让我们去调查那异常天象 到了那里以后 我们却发现一个人 这天象 正是此人突破境界所引动的 这人 还有一枚古怪的巨蛋 林先勇目光一闪 点头道 我们来之前 就料到 应该会有其他得到御服的人 也进入这风林之中了 不过此人竟然能杀了李师弟 难道这人是封门后期的存在 毕竟 若是半步太虚 或是真正太虚境强者 那陈梅香估计也回不来了 陈梅香挥想起夜晨 翘脸之上 不禁露出一丝畏惧的神色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此人 是一名心窍存在 心窍存在 林先勇惊呼一声 不敢相信地看着陈梅香 心窍怎么可能杀得了李深 李深再不计也是一名 封门强者呀 就连赵云华都是目光微闪 看向了陈梅香 陈梅香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开口道 此人一身实力 十分怪异 虽然是心窍存在 其战斗力 却丝毫不落一半 丰门五层天强者 我甚至怀疑 他能对抗丰门六层天 林先勇看着陈梅香 还是有些不信的样子 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转头看向了赵云华 问道 赵师兄 你说我们是不是先去把这小子处理了 毕竟他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任务啊 说着 林先勇的双眸之中杀意狂闪 对方杀了李深 等于破坏了他和李深姐姐的关系 被一个心俏镜的蛮黄蝼蚁 坏了自己的好事 他如何能忍 要说叶晨拥有匹迪峰门五六层天强者的实力 那又如何 他林先勇和李深可不一样 不说境界 就是战力上也是天差地别 同境界之下 林先勇都能毫无压力地击败李深 赵云华沉吟片刻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以探索遗迹所在为主 那人的事情等圣女驾临 交给圣女决断吧 轮回悬碑比报仇更重要 林先勇文言 目中引现不快之色 一个心窍废物还要交给圣女决断 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 毕竟赵云华的实力还在他之上 而且圣女交代给他们的任务极其重要 而此时的叶辰 伤势也差不多恢复了 他活动了一下手脚 便朝着风林深处走去 一边走 叶辰一边对风青阳问道 师尊 你可感应到什么吗 风青阳沉吟片刻道 这风林确实有些古怪 不过我还是能隐约地觉察到 一些不同之处的 你按我的指引前进吧 只是我也不能保证你能否有所发现 叶辰文言一喜 他现在根本毫无头绪 能有个方向便是不错的了 可是接下来的时间 叶辰却始终没有发现 那可能是一计开启之处的所在 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若是说他在这段时间之中 有什么发现的话 便是他知道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片风林真的很大 大到近乎无边无际 在他的印象之中 他早已飞出了南域山脉的范围了 也就是说这片风林的入口 虽然在南域的山脉 但实际上应该是另一处空间了 那么若是他不能够靠近一计所在 可能一计开启了 他都无法找到 就在他有些绝望之时 不远处的风林之中 突然一道光柱 冲天而起 叶辰神色一动 有些惊喜地说道 一计要开启了 当即施展风雷一闪 往那一计所在飞驰而去 与此同时 灵先帝宫 光柱持续了整整一天 灵运颇为满意地走了出来 他身上涌动着 极强的风门气息 这已经是他必生修炼的极限 为了在一年之约碾压叶辰 他不惜葬送了自己的修炼潜力 他注定无法跨入更高的境界 现在的这个境界 便是灵先帝宫 能为他强行提升的极限 甚至他的寿源也压制到了极致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